中国第一次参加威尼斯坦 我是作为艺术家参加的93年 从我内心来讲 我应该支持他们 我应该支持中国的传统艺术 走到世界去 尽管今天的走 是有银和西方 但我希望他们多走出去以后 他们就会更自信 会做得更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愿你生活在有趣的时代 今天我们受邀参加了 中国疫情当代艺术展的 上海新闻发布会 一起去现场看一下吧 大家知道威尼斯双年展 它是一个国际级的 对吧 可以说我们是艺术界 最嫩不问的 对吧 最顶级的 那么它国家馆呢 事实上我们是近不近的 只有五位艺术家 那么这一次的话呢 我们是正而授权的 这个平行展 是跟威尼斯国立艺术学院 合作的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次的展览 的空间是在威尼斯 这个艺术学院 这个学院的话呢 一百多年的历史 那么我们首先的话呢 除了开幕式 开幕式我们 因为这个是 我们的意大利的策展人呢 就是这个威尼斯 艺术学院的院长 也是在意大利是 第二块牌子的策展人 所以说他这边的话呢 他鼎立邀请了 这个博物馆的馆长 还有欧洲的这些画廊 还有这些收藏家 那么那个开幕式呢 首先来讲 他邀请的嘉宾 都是非常到位的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的话呢 我们会跟威尼斯国立艺术学院 有一个签约仪式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以后去意大利展览的话 我们的艺术家 有可能跟威尼斯 这个国立艺术学院的展览 那么我觉得产生一个链接 我们年轻的时候 有时候对中国传统的东西 或者当时我搞当代艺术 搞现代艺术的 但是随着年龄不同 我们对中国的传统东西 又重新回看 因为我前面讲过 我十几岁是做玉雕的 我也是搞公民 但那个年龄是 很不喜欢这些东西 你会觉得成就老旧 而且你不能够去理解 古人的那种精神 或者那个时代 那种精神变得是腐朽的 但今天 等你对西方都知道了 对很多当代的东西 都知道的时候 你会去体会到 一个中国古典的一些东西的美 那这个美和今天的方式 和可能跟我们今天 还有好多人对待传统的 还是不太一样 做玉雕 玉石雕刻 我曾经做六年 可能我的那些师傅都是中国工艺美式大师 而且八六年的 当时我接触了一些老鞋子 当时的审美 不是今天的审美 实际上接受对象有所不同 我们很多的对象是今天的可能是一些官员 是一些商人 他们的审美品位会影响我们这些中国对公益的感觉 可能再早以前是一些达官贵的 是一些皇室 他们的品位和今天是有所不同的 当然我们不可能再回到那个封建社会 可是我们要站得更高的点上 我们很多人 很多那种从事和爱好这些人 不再是一定以上对他的经济的看法 商业的价值的看法 而是要对他艺术的体会 那个工艺才会变得更好 那现在是不是艺术作品的一种感觉 一种品位还是在为经济所代理着 对 因为这是个过程 就像我们今天要走到八楼 你一定要经过一楼 二楼 三楼 四楼 五楼 六楼 七楼 那才可能到八楼 所以有时候东西 我们并不是说到了今天是好 最好的 没有 它只是发展的过程 我们要理解这个过程 那么因为有理解你就知道 我们还得往上走 您对下一代就是年轻的一代 新的艺术家有什么想说的吗 年轻人我就觉得 这一代年轻人是特别特殊的 我们是两种人类 因为应该他们的整个的接触的世界 和他们的对于尤其这个 今天的那个互联网这种媒体 他们是另外一种人 于这个年轻人来比 我们就是古人了 那他们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如何保持这种 他们应该跟着他的时代走 但是呢 他最好有机会 有可能对中国传统稍微看一看 稍微接触一点点 我们不要指望他今天像我们一样做事 就像我曾经那个十几岁的时候 我很讨厌中国的传统 但是呢 因为当时碰过 当时看过 等我到了一定的年龄 我在世界上走了一圈 或者我们从事了很多当代的艺术的时候 我再来回看 我的感觉感悟就不是相当 就不相当 就不会完全是用一种批评不理解去看 也不会是 仅仅是因为它是商业 有价值去看 你会体会到它的好 因为有对比的 有了一些比较了 你的层面也高 那个时候你回来 可能会把这个东西推得很高 那么问一个就是 您为什么要来参加这一次的新闻发布 这个是被他们托来的 对 当然我也很特殊 因为中国第一次参加威尼斯坦 我是作为艺术家参加的 93年 可能有很多原因 他们把我给拽过来 那这个也没办法 有时候是朋友 有些时候 但是从我内心来讲 我应该支持他们 我应该支持中国的传统艺术 走到世界去 尽管今天的走 是有银和西方 但我希望他们多走出去以后 他们就会更自信 会做得更好 如果您想知道更多 关于杜高斯贝电视的有关内容 请务必关注我们的官网 3w.dufscopi.tv 或直接下载我们的app 杜高斯贝电视 好 感谢收看杜高斯贝电视 我是王毅颖 我们下期再见